好 社主观众 有关于天团Coldblade 在高雄连续两天的演唱会 已经宣告结束了 第一天呢 大约是八万四千人的 这个观看的人次 那第二天呢 是来到了八万六千人 这样子的书孕的人潮 那么市府说呢 这两天的这个书孕时间 真的是破纪录了 甚至比上一次呢 这个韩国女团Blackpink的书孕的时间 还要快 仅用八十八分钟呢 就把人潮都书孕完毕 而且大家都很好奇了 这次这个手环的回收率 到底是多高呢 之前有问您提过 日本的手环回收率是百分之九十七 那么这一次在我们台湾呢 回收率也不错 有高达九成三 那么有关于大家很好奇了 到底呢 书孕的方式是怎么样来使用的 那么市府这边又出动哪些小秘诀 才能让书孕如此的顺畅 我们刚才也实际防御了交通局 来听一下交通局怎么说 这次Coldblade两天的话 第一天的话是八万四千 将近八万五千 那第二天的话 大概也是八万六千 将近八万七千人 那这两天其实我们都呼吁 这些乐迷朋友们 那就是多搭车 不开车 多走路 那这样的呼吁 其实也相对 跟Coldblade的环保的议题 他们的诉求其实都一致 好那么其实呢 刚刚交通局有特别提到 这其实呢 跟乐团本身他们提倡环保议事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他们在演唱会前呢 就不断的希望歌迷呢 可以响应环保 呼应环保 也希望大家可以搭乘这个大众交通运输 那么另外呢 当然市府交通局 还有捷运局这边呢 也是功不可没 他们呢也在事前就不断的宣导 而且呢 也请歌迷 最好是搭大众运输 包含了捷运还有轻轨 因此呢 这一次这个捷运跟轻轨 还有甚至接驳车 都帮了很大的忙 甚至呢 还有这个志工啊 以及员工等等 都替书运呢 加分了不少 也让这一次的这个书运呢 比上一次 Blade Pink的书运的时间 88分钟 比上一次的90分钟 人更多了 但是书运的时间更短了 是还要快的 那么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把时间交回棚内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